B站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灿荣 我们以前呢 谈过啊 美国很善于整老二 然后我们具体分析了两个 一个英国一个日本 是吧 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啊 这个就是 美国如何整老二 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历史上很多西方学者就把这个 国际关系老大老二矛盾 叫做休息底的陷阱 现在美国有一派人 就是用这个休息底的陷阱理论 看我们呢 那么这个理论跳出来 就最简单的 用老百姓的话讲 就是老大老二矛盾嘛 老大老二矛盾在国际关系里面 就是有矛盾的 这是回避不了的 然后现在中美就在这个矛盾里面 那么当然就要研究 过去这个老大老二关系 尤其是美国怎么处理老二的 因为目前我们还是比美国了 我们处在老二的位置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研究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德国 苏联和欧盟 它三家其实方法都不太一样 德国呢 我认为啊 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跟美国同时崛起的 是不是我在很多地方讲 这个观点啊 就人类就两文明嘛 一个农民 一个工业文明 现在我们是工业文明 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 工业化境当中最伟大的事件 是工业革命嘛 工业革命就三次嘛 升级机 电气化 计算机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英国 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是在德国和美国 这是很有意思的 但第三次工业革命 计算机革命 又跑到 央格鲁萨克逊国家 美国去了啊 三次工业革命 两次半 是央格鲁萨克逊人干的 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有一个非央格鲁萨克逊人 参与了 热曼人 德国人 那所以德国就崛起了 但德国崛起以后呢 它有个问题啊 它在欧洲属于比较晚的 它现代化比较晚 它周边那些国家 当时都比它发展到早 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 那个 英国啊 所以等它崛起的时候呢 那些国家已经都有 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了 德国就冤得慌 觉得我现在崛起了 我的能力比你强 因为到十九世纪末 德国的工业生产 已经碾压 那个法国和英国了嘛 所以德国就说 我能力比你强 结果我那个地盘这么少 所以它就要 瓜分权力 然后就形成了这个 德国与很多周边国家的矛盾 尤其是于法国 当然 还有这个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啊 就是德法 矛盾的 大背景是德国就要伸张权力 要扩张权力 还有其他历史的原因 他们还有很多意识的纠葛啊 边界冲突啊 这个像阿尔萨斯洛林 两边都是主张 是自己的 所以德法关系挺难处的 大背景是德国崛起了 崛起的时候不满足于现状 然后就要挑战 其实当时德国主要是与周边国家的矛盾 跟美国矛盾还是很有限的 对吧 但是随着德国结起 欧洲内部矛盾上升 形成两大集团嘛 德国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这是这个集团 然后英国 法国 俄罗斯另外一个集团 这两大集团最终不是打仗了嘛 一战开始了 那美国呢 其实就这个机会啊 就就开始介入欧洲事务 从而登上历史舞台 就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去了 没有一战 美国崛起就不会那么快 那么一战呢 美国很聪明的 就看两边打 那你们两边都打得筋疲力竭了 对不对 碰他参战 你想一战一四年开始打了 美国一七年再参战 两边都打得差不多了 收拾残局 把山上再逃着去了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啊 那美国其实跟德国没有直接的矛盾啊 但是他认为机会到了 是吧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认这个矛盾发展 认两边打 从一四年大战爆发到一七年 他观察了差不多三年 等你们都差不多了 碰他进来了 进来以后 因为他那个块头大嘛 他那个工业呢 那更是超过德国 就那个时候工业 在一战的时候 美国是绝对领先 德国呢是在欧洲领先 知道吧 世界领先是美国 那美国就就借助这个矛盾吧 借助你们家打吵架 他开始揭露欧洲事务 然后开始小事手脚啊 成为世界领导 那还没把德国怎么拍下 那么二战就不一样 二战那个德国带了一种 复仇主义心理重新崛起 而且那个崛起的那个领导者是拉脆党嘛 确实是在道义上讲 比这个一战的德国 道义上要更差 而希特勒那个下手挺狠的 迅速的控制了很多欧洲大陆国家 包括把法国的打臣服了嘛 这个时候美国感到威胁了 那威胁结果就直接就上了 当然上他也是等了一段时间 等到那个欧洲战场啊 双方消耗了差不多才进来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呢 他就直接就出兵了 美国打日本也这样的啊 就是军事上就直接碾牙 直接打 跟英国还不太一样 英国毕竟是父亲啊 是他原来文化学员上的父亲 所以对英国主要是靠政治手段 鼓励民族自决 把英国自决 对日 德他有点不强 他是直接上军事手段 对日本 这个全面占领 用原子弹 对德国呢 其实也是占领的 对不对 也是直接控制的 德国在二战以后 应该讲就基本上就是 成了美国的 某种这个附属国了 对吧 被美国就直接驻兵控制了 虽然德国后来呢 内心呢也有点不服 就是通过跟法国合作 搞那个欧洲一体化啊 来抗拒美国 但是现在看来呢 总体来讲 这个美国对德国的控制 非常成功的 德国这位世界 综合国力第二个国家 这个历史 在二战以后就彻底结束了 对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大概对德国的手段啊 跟日本有点像 就是军事手段是为主的 那个我推荐一本书啊 是法国经济学家 叫托马斯·皮凯蒂 写的书叫21世纪资本论 从18世纪吧 到21世纪 接近300年呢 这个经济史呢 做了很好的研究 一个总的结论 就是资本主义 必然导致 严重的贫富分化 不管经济增长是高 是低 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资本 它的收益 一定大于 普通劳动者的收益 所以最后的结果 300年下来 贫富差距是越拉越大 而且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 未来再发展下去 会到达很恐怖的程度 然后他就提了很多建议 比如说要加强民主 整个政治所端观 还有就是法治税收 比如说碰那个 15%的财富税 然后对增值税 可以增加到80%什么的 很多人赞同他的分析 但是操作可能性非常小 但不管最后 他的那个政策影响怎么样 这个书呢 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然后就是到了苏联了 二战以后 美国苏联都是胜利国 然后都是那个很庞大的国家 然后都有一个小圈子 于是就成了世界两大盟主了 一个华越盟主 一个北约盟主 对付苏联呢 美国不能用军事力量 因为人类进入到核时代了 所以呢 他是这样 一方面 在东西的那个地方 搞那个军事对峙 北约华越对峙 另一方面的就是 核心卫越竞赛 但是 对付苏联呢 最后他成功了 还真不是军事 冷战结束 不是美国把那个苏联 碰打败了 对吧 控制他 不是这样吧 这个是像中国这种 大国要警惕的 他直接跟你硬碰硬他不干 因为成本高 他也没有胜算 但是用 就是意识形来渗透 是吧 颜色革命啊 这个手段呢 这个效率更高一些 美国 在过去啊 整苏联是难度相对比较高的 但他做成功了 然后有硬的方面 军事压力 科技压力 经济压力 但是 我觉得最后 更有效的是 软的方面 影响社会 就苏联的社会精英 接受西方价值观 搞新思维 最后自我解体 这是 中国是尤其要 重视的一种 一种经验教训 通过意识形态斗争 影响苏联 让苏联的精英层 包括最高层 格尔巴交夫 管宣传的 这个亚科夫吧 都都都西化 接受西化观点啊 最后呢 让他自我解体 那么对付苏联 那个 就是他手段是很多的 有军备竞赛 一直在军事上威慑他 限制他 有科技竞赛 有军事 有经济 这个 但是现在 我们作为 适合诸葛亮的角度看来 好像美国的军事手段 不是很管用的 最后管用的 首先还是经济 打压油价 让俄罗斯 整个经济啊 伤势它的制造业优势 然后依赖石油 然后等到 依赖石油的时候 啪 打压油价 然后呢 另外就是 我觉得思想渗透 这一块 应该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苏联是 九亿年解体的 2月25号 就是圣诞节那天 解体的 几天以后 是不是欧盟成立了 欧盟成立以后啊 很快就推出了欧元 这个是触犯美国的 它是15个欧洲国家 主要是西欧国家 合作 就把那个原来的叫欧洲经济共同体义 变成了欧盟 二战以后 欧洲国家不是深受大战的灾难吗 因为二战那个主战场啊 一个是亚洲 在咱们中国 一个就是在欧洲嘛 欧洲其实损失很重啊 第一个 他们害怕再来战争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他们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之下 所以二战以后 欧洲内部一种一种就是联合自强的心理 法国是起了带头作用 五六年 那个主要在法国推动之下 就成立了那个 那个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再加那个小国 何比鲁 六个国家搞的欧洲 维钢联营 后来就变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然后他们继续往 一体化方面走 最后到九一年就有了这么一个 欧洲经济共同体啊 英文叫European Union 但是他一出现 美国就是防范他的 因为前面的对手都整没了嘛 英国 德国 日本 苏联 他是防范新对手了 欧盟一出现 他就把他当作对手了 美国对欧洲合作是这样的啊 就是一定的合作是可以的 让你们稍微团结一点 不要吵架 免得干扰我啊 因为特别在苏联存在的时候 他需要欧洲的职强 所以对那个苏联的戒备 使得他某种程度上默许 欧洲之强 但一旦苏联没了 欧盟的价值就下降了 战略价值下降 反倒欧盟的挑战性上升了 然后欧盟特别是搞了欧元 那美国气死了 因为美国的霸权基础是科技 美元 美军啊 还有他的话语权 那么 坦率讲啊 科技见效是挺慢的 这个间接过程 军事上有时候不好用的 对他最方便就是金融 然后欧洲要搞欧元 这个是美国很神奇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从欧盟成立第一天 其实美国啊 态度呢 都是很犹豫的 就是你可以有一定的发展 它不能太过分 于是呢 他对欧盟也采取了 某种打压措施 通常认为啊 美国啊 在那个东欧啊 不断的挑事儿 特别是那个带着北约 打那个蓝联盟啊 就是打那个欧元的意思 你不是搞这个欧元区吗 然后这个欧元区有潜在的可能性 挑上我美元 对不对 而美元又有所拔权之中 我肯定得搞你啊 怎么搞呢 我在你们邻居那点拔火 你的精力就得去灭火去了 美国不在周边打的 他是跑到欧洲的邻居去打 然后这个对欧洲损失就是挺大的 所以现在巴尔干地区一直是欧洲 现在一个安全隐患吧 对吧 南联盟后来 实际上奔了七个部分了 对不对 六个国家再加一个咳嗽 原来南联盟咳嗽 应该讲是巴尔干地区 非常强大一个国家 现在是一风为七了 一风为七 南联盟是倒了没了 其实欧洲 东边也留下了一个安全隐患了 那这个对欧元就是不好的 OK这是基本情况 就是说对这个 冷战后吧 苏联结底以后出现的欧盟啊 美国呢是利用加防范 他这么一个心理 你还得听话 也给我帮忙 但是对你的发展呢 他要加以某种限制 市场最终还是要我来控制 战略要我来控制 就是欧盟呢 他因为他的高光时刻 主要是九十年代 他很快就暗淡下来了 对不对 英国已经退出了欧盟 也就回来朗朗的 也要退出欧盟 所以欧盟的前途就有问题了 现在还在 但是比以前啊 比他那个刚成立的时候 是比较弱小很多 比较去年 美国GDP世界第一 中国第二 欧盟跑第三去了 欧盟刚成立的时候 1992年1月1号 他GDP超过美国世界第一的 结果跑到 现在还不如中国了 越活越抽手啊 这就是美国对付欧盟的方式啊 对付英国是用民族自决啊 这种运动拆解这个帝国 对付日德就直接大级占领啊 始终加以政治控制 对付苏联呢 因为有核武器他不敢打 于是通过经济制裁 科技制裁 加上 思想影响 渗透 让他自我解体 对付欧盟呢 就通过 外交啊 还有各种经济手段 就限制他 让他成为永远 居于美国之下的 一个随从 应该讲 美国这些操作呢 截止到目前都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啊 综合国力很强 它综合国力那种有一块 就是战略策划能力是非常好的 当然我是知道 网上啊 有一些朋友啊 认为呢 美国呢 过去呢 其实整八家 六个老二 因为他把那个西班牙帝国算到里面了 这个我不太赞成的 1898年美国打西班牙 西班牙已经是穷得像个鬼子 已经是个破落户了 他肯定不是老二 西班牙在那个 哎呀 你所谓的1588年 那个英国人的那个大海战 以后他就不行了 所以西班牙那是 兴盛了一段时间 于是这个93年 那个哥伦布发行新大陆以后 他是火了一段时间 他其实呢 时间不是很长 是吧 后来呢 陆地 他就被那个法国打嘛 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 纳普伦帝国巅峰的时候 西班牙整个被 被那个 法国占领的呀 那法国直接任命他儿子 当西班牙国王呢 所以法国 在路上打他 那么海上的英国就打他 所以西班牙其实已经 已经不行了 美国那个1898年 发起美西战争打西班牙 他像是打一破落户 那不是老二啊 所以网上 有人呢 我看个别的人把那个西班牙 当做美国崛起之后 整的第一个老二 这个不对 我不同意这个东西 当然最后 可能朋友那么大 就就就就会想到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是第二了 美国也在整我们 对吧 那个美国肯定 他哪个老二都整吗 对我们也不会放过啊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压力就到了 而且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压力了 所以大家 都有点担心是吧 你美国啊 老大一定要整老二 美国特别善于整老二 现在我们是老二的 他要整我们 就很担心啊 我觉得到到到不用太担心了 我们肯定会面临美国的压力 未来中美关系肯定很困难 这只是没得说 但是呢 我觉得就就我个人感觉 我们中国可比美国也来 整趴下来五位国家 英国 德国 日本 苏联和那个欧盟抢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那个潜力啊 能力啊 还有那个那个历史经验 都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美国 如果沿着过去思路啊 整老二 还整中国 我觉得他失败的可能性大大 但那个关键的前提 就是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 如果我们家里 事要做的 基本上过得去 不要犯那个颠覆性错误 那么OK 小错误没事 因为我们揪错能力很好 小错误就很快揪过来了 小错误问题不大啊 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颠覆性错误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啊 对我们的施压 对老二的施压 不会成功了 好 这一期我就分享到这里